投一條猜獎我們要衝百萬訂閱喔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趕快訂閱起來 美國跟就是美國對WTO的態度啦 就是說美國現在做法就是說 我到這個WTO開了法院去啊 去打官司結果我打輸了 所以我就說我要把法院拆掉 然後說這個法院是有問題的 根本就就應該把它整個拆 事實上他已經把法院拆的差不多了 在這個川普的時候 他已經讓這個所謂的上訴法庭的法官 因為他不通過 這個因為上訴法庭的法官提名以後 WTO是用共識決 只要一個國家反對 你就這個你這個法官就不能任命 所以他已經跌到一個數目 已經沒有辦法三個人開一個合議庭 他已經只剩下這個你再不任命 就只剩下兩個法官了 所以那個時候美國就已經要拆法庭了 就是因為他常常打輸 不是對大陸這個案子他打輸 美國敗訴率很高 然後呢其實WTO這個裁決 事實上只是說你做錯了 那中國大陸呢贏了一方可以用好報復的手段 來讓對方付出你損失的同樣對比的那個價額而已 其實WTO是很合理的 那現在全世界尤其我在WTO工作過 WTO我常關注他們 WTO現在只要在WTO工作的 還有跟打輸相關的這些人都非常挫折 因為WTO已經被美國拆了一半了 那美國現在未拆的原因就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WTO不照他的意思辦 意思說你今天有法院 你的判決也要對我有利才行 你對我沒有利的話我就杯葛你 然後呢戴琪一上任的時候 他曾經講過幾次說他要認真來好 協助WTO進行改革 那現在又沒有了 他只要一輸了他就是要拆房子 那可是一個最有趣的事情就是說 今天WTO所代表的多編號貿易法規 這一群一大堆法規 當時都是在美國主導 而且是符合美國利益所造成的 尤其在反傾銷這個 這個反傾銷跟橫平稅這個部分 當時是美國人執意要的 那你看他現在 反而因為反傾銷稅被中國大陸告 所以就是美國認為 當時對他有利的這種規定 現在反而被人家拿來對付他了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規定不好 然後川普還沒有 川普是要退出WTO 拜登還沒有 可是美國再敗個兩場的話 我看拜登也要退出WTO了 那這個就是說 外長王毅 外長的部分我覺得 也不是說小人之心肚君子是富豪 不過美國事實上動作是很多 對於東奧 而且我覺得最值得懷疑 他們派了46名國務院負責安全的官員 去東奧不知道搞什麼鬼 另外一方面 今後大陸跟美國的全面性競爭 有一個大陸的最大的一個短板 就是美金的霸權 所以現在人民幣的國際化是不夠的 而且他現在連大陸大部分的 這個貿易的使用的交易工具 也是美元 然後各國事實上 今天使用人民幣作為它外匯存底的 比例不超過3% 就是全世界各國的外匯存底 人民幣只佔不到3% 所以人民幣不夠國際化 不能夠作為國際交易 貿易交易的主要貨幣工具的話 那麼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講 是現在來講最大的一個核子彈 如果爆開美國要用這個武器的話 那真的是殺傷力會很強 所以大陸現在就要 趕快推人民幣國際化 所以他越推 這美國西方國家就越要抵制囉 這個我補充一下 亮哥勒請說 不到3%那個是外匯交易的部分 那可是貿易貨幣 因為貨幣有好幾個類型 一個叫投資貨幣 一個叫貿易貨幣 那外匯交易那個是投資貨幣 投資貨幣人民幣確實很低啦 可是貿易貨幣不是 貿易貨幣因為他接了很多雙邊嘛 所以並不是只有2%多啦 不是啦 對啊 所以你看 這個 那美國當然是怕那個貿易貨幣 會外溢到投資貨幣 所以現在 貿易貨幣大概我想也不會高到哪裡 大概十幾%啦 大概十幾% 就包括中國大陸自己本身主要用來貿易的貨幣工具 還是美金 對啦 那當然啦 這我同意啦 物料跟半導體都是用 對 都是用美金買的啦 是 你看喔 剛剛這個亮哥有講的嘛 中國大陸全力的在發展外貿關係 這個貿易關係呢 其實你看喔 那大家都說 西方很多國家呢其實 在美國帶頭之下 你說是真的要抵制北京冬奧嗎 好像也沒有 寥寥可數 可是很多其他的國家都已經表態了 說我們要去參加北京冬奧就在下週 包括了中亞五國 還有就是今天我們接下來要談的 阿根廷 阿根廷的總統也要去 這位阿根廷總統呢 他甚至也說了 北京冬奧會將是成功的盛會 那麼阿根廷總統計畫 2月到訪北京出席冬奧會 雙方近年來其實呢 有很多方面的合作 而且越來越緊密了 包括農業 基建 能源 以及太空的項目 大陸外表部的發言人趙立堅呢 甚至都已經表示 將會為中亞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開啟新的篇章了 這個可以請紀大使來談一下 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 還有所謂的一個南追共同體 的一個合作的 這個一個區域的一個合作關係 那現在你看 我補充一下資料 導播讓我們看一下 南美洲共同市場對外出口 有70%是農業的項目 對大陸出口佔了總量的32% 來 紀大使 因為事實上大陸跟美國的關係 事實上大陸也在分散市場 在原料來講農業的方面 譬如說農產品 大陸是進口大量農產品 所以如果太依靠美國的話 那美國人又要可以做怪了 所以大陸事實上分散 那你以阿根廷來講 阿根廷的這是一個農產大國 而且它的肉類 酒類 然後這個稻 這個穀物類 都是非常非常量非常大的 所以過去大陸在分散市場原則下 就跟阿根廷建立了這種農產品 還有一些原物料的這種一種關係 另外在阿根廷有一個領土糾紛 事實上就是跟英國打的 那個福克蘭群島的那個領土糾紛 你知道大陸是站在哪一邊 是明確站在阿根廷這邊的 所以對阿根廷來講的話 他在國際這個主要的強國裡面 對他的跟英國的領土糾紛 大陸是站在他那一邊的 所以這個對大陸跟阿根廷的關係 長久以來就是非常有一個這樣子的背景 有很強的貿易關係 在阿根的領土糾紛 大陸是站在阿根廷這邊的 所以就是說阿根廷跟大陸是有一個非常 也不是說特殊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這一次在這個東奧裡面 我想這個阿根廷的總統在這個時候去 也是展現這個他重視跟大陸的關係 他用腳投票了 投給中國大陸了 然後Mercorshu這個是難追共同體 這個是在這個阿根廷也是要腳 另外裡面有一個我們的 另外裡面有一個我們的邦交 巴拉圭 一共有巴西 阿根廷 烏拉圭以及巴拉圭 對 這個事實上成立很早 而且在這個南美洲是最大最有利的 阿根廷跟巴西 烏拉圭 巴拉圭 這些國家基本上都是產原物量 然後還是產大量的農產品的 那在這個部分上跟中國大陸的經濟 是有互補關係的 另外一方面 大陸經營整個拉丁美洲的時間 是非常的長 我以前看過一個資料 也就是大陸對拉丁美洲的這個 所謂的貸款 一個大陸的貸款超過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總和 也就是大陸跟拉美之間那種戰略關係 這個是過去 甚至在冷戰時期 這個時候就開始了 因為大陸非常重視所謂的三個世界 這樣子一關 而且這些國家是大型的發展中國家 有真正有實力的國家 所以這些國家跟大陸不是今天的關係 是過去二三十年甚至三四十年 大陸就在長期經營的關係 而大陸這個經濟起來以後 對於拉美國家建立這些密切的貿易關係 包括給予他們很多援助性的貸款 或者是互動 雙方互利的貸款 量非常的大 所以這些部分 美國講的是這個門羅主義 也就是美洲的事大家不要來管 可是呢 意思就是說 歸我管 然後呢 你們不聽話我就派軍隊修理你 然後呢 美國跟他們那麼近 只有一個美國獨搶 美國國民所得怎麼樣 五六六七萬美金 這些國家都過得苦哈哈的 真正幫助過他們的 真正願意跟他們做經濟合作 協助他們建設基礎建設 過去幾十年來 最積極的中國大陸 所以你看在這個 在東奧 尤其美國在抵制 所謂的外交抵制上面 我認為大陸也沒有全面性的 說我來邀請這些 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是這個時候 阿甘迪特總統去的話 就特別顯示出 這一塊世界 跟大陸有一個非常密切的關係存在 我想它有很強的政治訊號在裡面 請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間的好朋友們 預期呼籲大家 加入訂閱充數的行列 距離百萬訂閱呢 只剩下不到十萬的差距了 所以朋友們 讓我們一起按讚 分享 訂閱 讓全球的華人都看得到